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从未有变过一日 没会爱你一生 没会奉上一生精彩 放心 那姐 我外婆房间的冷气 好冷啊 这样得要感冒了 我本来想把她关掉的 可是把外婆倒了半夜杯热情 你也知道 她这么怕热又爱出汗 是不是真的冷啊 还是因为别的 你要弄清楚啊 一定是妈告诉你的 那个阮小姐 是不是就是清华 在越南的那个叔叔的女儿啊 我记得你结婚之前 她妈已经很明显地 要撮合她们了 但是后来呢 她那一丈大输了 她的女儿也输给你了 我不知道 我在不管她们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哇 你这么早就自动投降了 如果清华喜欢她 早就喜欢她呢 她又喜欢谁 我也管不着啊 我们已经离婚了 本来呢 我觉得清华非常不好 可是我看得出来 她还是很关心你和佩佩 喂 我们家里只可以养一个老姑婆 你别跟我抢啊 姐啊 你怎么会做老姑婆呢 你又年轻又有本事 有的是机会 我妹妹也是又漂亮又能干啊 我看哪 我们的将来一定会很好的 老板要点什么 两斤龙虾 好 围一面 好的 再来一只炸子鸡 新鲜的菜鲜 要新鲜的 谢谢啊 好 没问题 姐 现在就上菜好不好的 哎哎哎 不要 等等 等等 我们先吃点鸡啊 好的 没问题 叫这么多菜 我知道爸爸你不会光疼多心的 是不是叫了多欢给你的外孙呢 要是被你猜中了 我就不是你爸爸了 外公啊 你到底还叫了什么人啊 嗯 嗯 嗯 清华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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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 老公 老公 妈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外公啊 这顿我请啊 你说你请他说他请 我记住了 改天呢 你们俩每个人欠我一顿啊 好好好 哎哎 怎么不带佩佩来啊 哦 本来我想带她来的 但是看她有点咳嗽 我带她过海去看医生 哦 一来一回 所以迟到了 哦 现在塞车要过海啊 很困难啊 来回一个多钟头啊 你这么疼佩佩呀 不知道佩佩疼不疼你们呢 哎 佩佩乐乐都很疼 他们的爸爸妈妈的 哦 爸 我们家的孩子啊 每一个都很孝顺的 哎 是我的遗传呢 哎 吃东西吧 全都凉了 哎 关她脚 哎 来来来 来 多谢 你喜欢吃 谢谢 多谢 关于佩佩上学的事 我已经脱了人了 大致上应该行的 嗯 过两天带佩佩去买件新衣服 面试的时候 你想分多一点吗 嗯 行吧 我知道 如果有空的话 我跟你一块去同楼湾买 好啊 随便你 哎 这样太好了 秦华最近不太忙吧啊 还可以啊 桂林那边的生意 我早就没做了 来来去去的很麻烦 现在我在帮我安口 搞越南那间新酒店的装修工程 过一阵子我要去那边看一看 新酒店 你不是有个姓阮的安口 是开酒店的吗 你的趴呢 是不是阮小姐啊 是啊 那个阮小姐念建筑的 这样很好啊 你们这去乡头了 妈 我想去去洗手间 呃 我也想去 呃 呃 我们不要管她 来来来喝茶 来来来来啊 如果你真的那么舍不得的话呢 那天亲自干什么这么爽快呢 我们现在是自由生了 她跟哪个女人好 跟我没关系啊 我已经买了礼卷 准备去喝喜酒了 你怎么跟妈都不肯说实话呀 清华如果没有意思的话 她今天就不会来了 她跟你说桂林的工作她不做了 就是表明心意 她是想改过 她还是说要跟你去帮佩佩买件新衣服 这是个借口 你不可能说不懂的 你怎么不给她个机会呢 心情这么不好 怎么画都不漂亮 算了 不要再画了 你外公刻意的安排 全被你给浪费了 清华 多心她 她这个人是不是很 很爱漂亮 很很啰嗦 嫌这个嫌那个 像我文娟一样 你很难满足她的啊 是不是 没什么 那 我呢是天生女人手 一生永无忧啊 把手给我看看 你的手比我好啊 我看你应该 没吃过苦吧 孩子 天生的女人手很难得 但是千万不能够天生爱摩女人手 人是要风流 基本上十个男人呢 有九个都是这样子 但是老婆只有一个呀 气足了就没有了 其实你呢 并不是不喜欢多心是不是啊 当然了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她哄回来才对啊 但是多心不会再给我机会了 机会要你靠你自己争取的嘛 男子汉大丈夫 千万不能够让老妈牵着鼻子走啊 你知道吗 你自己 容虾一面来了 快点给岳母夹面啊 不用了不用了 我自己来好了 多心我帮你 谢谢 对了 下了班我打算去帮女儿买衣服 你有没有空啊 好啊 我 下班啊 下班不行啊 我约了阮小姐去旅行社办机票的事情 那算了 你没空就别去了 对了 女儿考试那天 你有没有空来啊 我当然能来了 十七号星期四嘛 我一定来的 我看你根本就不在乎 是十八号星期五啊 什么 十八号 一定是妈跟我说错了 糟了 十八号我要去越南去看看工地啊 机票能不能改期啊 是啊 改了 我那次去暗南中过降头的 改呀 往后推几天 不用了 公事当然比私事重要了 只是女儿考试嘛 没有空就算了 中降头也没什么 你别连累别人就行了 哎呀 现在哪还有这种事啊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吧 是是是是 我告诉你啊 你别把女儿带到那种地方去啊 如果你打算结婚的话 女儿一定要跟我 我不会让她被后面欺负的 你说什么呀 多心 我哪有说再结婚啊 你是没有说 可是你妈说了 那个女人啊 早就派着登堂入室了 现在很好啊 可以趁虚而入啊 刘清华 你可美了 可以扶平欺贵了 怎么样 新酒店你有多少股份啊 你说什么呀 你别瞎说好不好啊 被我说中了是不是 多心 看着这种人我吃不下饭 我早了 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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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无理取闹 不知道他们两个 是什么时候才能和好啊 刚才明明是个机会 又弄得不愉快地收场了 他们俩这个样子很不错呀 爸 你说什么嘛 我吵架就是没有感情 无冤不成夫妇嘛 是不是就像你跟妈呀 我跟你妈不光是吵架呀 要不是我走了三十几年呢 打架打死喽 你躲她躲得那么远 而且躲了那么久 你还真用心良苦啊 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嘛 啊 润润 这对小花鞋不错呀 买给佩佩 让她穿去面试的时候神气一点 爸爸 你不但是疼你的外孙女 还疼你的曾孙女 我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没有疼过你呀 你走的时候我想才十二岁 你十二岁 润才才九岁 还有润好六岁 就像佩佩那么大啊 爸爸 现在我们三个都很好啊 看看有没有太一点的 爸爸帮你买一对 买给我 趁爸爸今天口袋有钱哪 你穿起来也很好啊 你穿起来也很好啊 婆孙妆啊 来来来 老板 这一对我要了 有没有大一点的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好 好了 来了 叫人哪 太公太婆 太公太婆 傻瓜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adam Good morning madam 说啊 说啊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adam Good morning madam 对了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子勒五岁 有没有家呀 不是不是不是 你住哪里呀 住在跑马地 对了 你的爸爸 你的father 做什么的 饮食 生意 妈妈的 妈妈做什么的 不是你问我问 应该考官问的 你妈妈做什么的 饮食生意 不对 你妈妈 不是美容美容啊 美容啊 开美容院 对了 你记住啊 乐乐明天呢你就要这么回答 是啊是啊 知道吗 这样子行不行啊 虚报资料 这怎么算虚报呢 他爸爸呢是开烧辣店的嘛 也就是饮食生意了 我呢是个专业美容师啊 对的可以了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管他是不是虚报啊 这个世界啊 就是哄哄骗骗的了 唯老不尊 教坏子孙 你错了 我们是精明一族 唯我独尊呢 跟你很熟吗 说这么多废话 是 那现在轮到佩佩了 佩佩真聪明啊 我看乐乐呢 要多练几次了 是啊 我跟佩佩不需要练了 乐乐这么小 就要记这么多的事 真是可怜啊 太辛苦了 妈 不不不辛苦 我小时候就是你不逼我 所以我现在才会 你现在你现在怎么样 有的吃有的穿 还要怎么样 做人一定要自量才行 不是 我是说这么幸福 望主成容啊 也不能这么逼他嘛 哎 哎 乐乐真是命苦啊 哎 excuse me 我的脚直到好疼 哦 什么拿来买的鞋啊 没关系 太公帮你揉一揉 好不好 哎呀 你不会买 别帮孩子买鞋嘛 哎呀外公啊 你别再逗他了 他会不中心的 哦 对了天父啊 你明天啊 要揣得整齐一点啊 不然不像老板啊 是啊 放心吧 我儿子入学考试 我当然会好好打扮呢 妈放心吧 你干什么 爹地明天陪不陪我去考试啊 佩佩乖 爹地明天没有空 要去谈生意 妈咪陪你好不好 我要爹地啊 那妈咪明天会陪你去考试 你不要紧张哦 没什么的 知不知道 来 睡觉吧 佩佩睡着了 妈 请我要打电话给你 谢谢 喂 多喜呢 我明天就要走了 是吗 你让我跟女儿说说话吧 她已经睡了 别这样子嘛 如果你紧张女儿 关心女儿 你就不会明天的别人 坐飞机去越南 不陪女儿去考试 你别一天到晚 翻旧账来说好不好 我不想跟你吵 叫佩佩听电话 女儿睡了 你挂电话吧 多喜呢 是不是爹地啊 拜拜 喂 喂 你真的还没睡啊 你明天是不是不陪我去考试啊 一定要来啊 佩佩你乖 爹地一定会来 早点睡吧 拜拜 又答应女儿什么了 没有 其实越南那边晚一两天也没什么的啊 你怎么这样啊清华 这么没分寸 当然是做生意比较重要 佩佩要考学校 你已经送了礼了 没问题了 为什么要花这种心思 佩佩这么小 当然爱哭要撒娇了 她一句话你就顺着她 哦 还是你那个分开的老婆说话了 你现在什么都听你那个老婆的了 你说什么呀妈 我说什么 还有啊 别说我不提醒你 佩佩呢 亲她妈妈不太亲你 那只不过是考学校 就非要搬去跟他们住 跟那些卖叉烧的在一块 能学到什么好啊 早 Good morning早安 太公太婆 哎呀 她怎么胡说八道的 太公太婆在这儿呢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adam 爸爸都会了 这么个小人 要三个大人考她 哎呀 你不要再说话 这样会打扰她的 你不要紧张啊 我们只是聊一聊 你叫什么名字 雷子乐五岁 嗯 哎呀 她这次答对了 你别叫她这个 别乐了早就会了 有我的学童 奔不到哪儿去 像你啊 那就经过头了 为什么爹地还不来啊 哦 你爹地她一定是塞车了 你喜欢吃什么呀 鸡腿 啊 好了好了 问完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 很好很好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太棒了 真不错 妈妈等一下带你去 吃香蕉船好不好 爸爸带你去康乐天地 丢球球好不好 我要塞水枪 好好塞水枪 可以可以的 塞水枪 下一个该轮到佩佩了 是啊 来 先把头发梳一梳啊 爹爹还不来 你爹爹她就快来了 是啊 是啊 她答应了一定会来的 来 三十年之后吗 哼 你是不是想佩佩哭啊 哎呀 她爹爹真是叫人生气 刘佩儿 哦 到了老师 谢谢啊 佩佩 你别害怕啊 妈咪在外面陪着你的 知道吗 我要等爹爹 来 走吧 听话啊 来乖 我要等爹爹 等等等 等什么等啊 你爹你不会来了 他不要你了 你再不听话 连妈咪也不要你了 多心意你 干什么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女儿说话呢 来 佩佩啊 不要哭不要怕啊 那爹爹已经快来了 可能是贼车嘛 他马上就会来了 你先进去啊 你乖吗 乖啊 好好地回答问题 知不知道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住在哪里啊 你快点说 说 快点啊 快点啊 你现在才来啊 佩佩 我的名字是刘佩 我是女儿 她终于说话了 我爱爹爹妈咪 她说什么爹爹妈咪啊 真是吓死我了 爸爸来了是不宜啊 佩佩这个裙子真漂亮 是吗 秦皇 佩佩进去了 是 幸会赶到了 刚才我从机场赶来 闯了十几个红灯啊 差点被抓 爸爸 提议板在你那儿啊 没有啊 你看现在的报纸太过分了 这么大的彩色照啊 血肉模糊啊 这样子来争取读者 这个适合你外婆看 是 妈 你看 别别别别 别吓唤我弱小的心灵啊 我年纪大了承受不了的 不对外婆 我听说你浑身是胆啊 一大早 你是不是想挨打呀 这小安呢 我怎么叫她她都不行 妈 我看只有你的大嗓门 才能叫醒她了 一个早餐呢 就要荣医伺候这么多次 真是难为荣医了 不要紧的润扇 今天是礼拜天嘛 就让他们多睡一会了 是啊 礼拜天呢 应该是休息的日子 荣医啊 你也应该休息一下 行了我知道 最可怜是我老公啊 差不多每天都要去切叉烧 辛苦得不得了 喂 听到没有啊 叉烧饼 正式投诉了啊 差点要登报纸了 老公现在不是在找节目了吗 真的 今天要修炉头啊 爸爸叫咱们休息一天 别投诉了 福哥 今天是不是有球赛啊 那 对对对 我可以带乐乐去看球啊 那我呢 你 你这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呢 难得一个礼拜天你放假 你光安排男孩子的活动 那我们女人怎么办 是啊 又是打麻将啊 哎 你们人不够啊 我可绝对不会玩的 哎 听到没有啊 老妈子吵着要上街 世界大变了啊 我去叫醒我的女儿陪我逛街 哎 哎善意啊 昨天半夜我看到多欢还在客厅做事 那叠文件啊 比电话簿还厚 我看到她天亮才睡的 哎呀 女孩子做事这么拼命干什么 最要紧呢 是找个好婆家 嫁得好什么都解决了 幸亏啊 我最近这个早起的习惯呢 没这么严重了啊 不然呢 不然的话 多心可要投诉了 我看这样吧 这次啊 我来出个主意好不好 谁想睡觉就让他们睡 其余的人呢 我们老老少少 一块去山顶走一走 看看风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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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假的时间宝贵 早点出发吧 喂喂喂 等等我啊 我洗完这些碗就可以走了 你看这个阿蓉 声音真大 特意上街这么兴奋 这么高兴 还说什么鸟语花香啊 还说什么鸟语花香啊 全把人赶跑了 真是大沙风景 心旷神怡 心境自然灵 而天地与我合一 阿蓉啊 跟我练练孝功吧 咒文也会少一点的 对呀 哈哈哈哈 你们哈吧 哈哈哈哈 我回到车上 情愿吹冷气 喂 小姐 你别走这么快啊 哎呀 你的腰还命完全好啊 让她去吧 她是风筝脾肩啊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 啊 你说我们小姐是风筝 怎么不是你嘛 姑爷 也对呀 哈哈哈哈 哎嘿嘿嘿 你小姐这个风筝啊 是要收要放的 要慢慢地吃 它当然飞得高高的 我这个风筝是断了线的了 飞呀飞呀 飞得老远 幸亏没有掉到大海里淹死 哇 你脖子上都是汗啊 喂 你猜妈 会不会跟爸爸又吵起来了 他今天脸色很难看哪 吵吵架有什么关系啊 有的吵总比没的吵得好 哦 喂 老婆 你今天煮的粥太难吃了 什么啊 哎 想找人吵个架都被人识破了啊 我看我要请教岳父大人了 老是自认为跟爸爸很投缘 哦 这是事实啊 嗯 我的钱包呢 什么是掉的 我不知道啊 我是不是拿面纸的时候掉的 这位太太 这个是不是你的 哎呀 哎呀 是啊是啊 是我的 收好吧 掉了身份证很麻烦的 是啊 谢谢 钱掉了倒没什么啊 掉了证件就麻烦大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喂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终于让你找到机会骂我了 算你运气好 遇着贵人了 哎呀 不可能啊 不可能是我呀 星座书不准了 明明是多欢嘛 哎 你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相信这些呢 小安呢 每个礼拜都向我报告 她说呢 多欢这个礼拜会破财的 不不不 那 那我的星座怎么说啊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还相信这些 嗯 哎呀 哎呀 这个茶烧饼带润扇到哪儿去了 我快被遮熟了 天佛 啊 能不能开冷气啊 天气太热 让车子多休息一会儿 不然的话 半路上抛锚不是更糟 再忍耐一下吧婆啊 你的老婆呢 卖瓶水去这么久 你 十五块卖给你 你不如去抢 十五块一瓶水 你不要是不是啊 天佛 啊 便宜你了 哎 美国水 拜托 我不要了 我自己去买冰激凌 两块两块 你妈把她储坏了 不是啊 家里你全至上 待会去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 看看有没有 怎么没有草莓的 哎 再找找一定要的 怎么这么久啊 怎么等这么久啊 哎呀 现在小孩都是小霸王 哎 你不要走啊 不要走 哎呀 怎么会这么久呢 哎呀 哎呀 扯得溜下去了 哎呀 宝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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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没出事 是啊 幸亏没出事 哎呀 哎呀 嚇死你了 谢谢 怎么了 你的手撞伤了 哦 没什么 我肩膀经常脱臼 哦 下次别这样啊 行了 行了 没事了 真的 是啊 小朋友 用不着害怕 有芒霞叔叔在这里 来 笑一下 先生 你手真不要紧啊 不要紧了 关节脱臼有习惯性的 以后要好好看着小朋友了 谢谢你啊 不好意思 白铁 把传奇表给我看看 好的 大卫啊 你放心吧 昨天我很快留在家里整理了货单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看下货了 拜拜 娟姐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秉信已经在楼下下货了 这张单的传奇呢 是不可以延误的 如果有什么差错 我们要赔偿客户所有的损失的 知道吗 我知道 还不去跟着下货 可是有两项洗水资还不能送去 不行啊 一定要把货准备好 我现在就去处理 你先别搬走 我叫你先别搬呢 你听到了没有 万小姐 现在再不搬 就赶不上四点钟上货柜 赶不上传奇 我要向你老板交代 还要赔钱的 怎么会赶不上呢 现在才一点半嘛 哎呀 那还是得做 到底哪些要搬哪些不要搬 你告诉我嘛 我不想一箱箱地搬 好不好 你给我十五分钟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哎 白铁 啊 这下能搬了 啊 好 好 小姐 你的十五分钟已经过了 还多过了三分半 你别催了行不行啊 我已经急死了 我比你还心急呢 好吧 好不好 搬吧 搬这箱吧 真麻烦 哎呀呀呀 等等 还少了一件货搬 那怎么样 哎 算了 照搬吧 哎呀呀 小姐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用去码头了 是啊 喂 怎么了 撞到了 哎呀 真过分啊 上的怎么样 好疼啊 哎 拜托 就是 给我都上车了吧 差不多了 放 肯定这箱是最后一箱了 是啊 您再问那碗的话 我不负责任呢 谁负责签单呢 当然是我了 谢谢 小姐 这不是载货的 你要上去做另一步 小姐 你花这么多个圈 我根本认不出是什么 麻烦你用郑凯再写一次 这是Joyce Lee啊 Goyce你会不会看英文啊 你写比较清楚 你真的很麻烦 谢谢 真是没见过这种人 我今天真是倒霉啊 在公司呢有一个搬运工人 特意装着货的小车 压到我的脚 怎么会这样 当他回来的时候啊 又被一个女人踩到同一个位置 你说我倒不倒霉 这么巧啊 我看你要中六合彩了多欢 秀秀啊 我这样子啊你还气我 开玩笑嘛 姐姐你用不着生气 我叫容易给你炖鸡脚汤给你补一补 不对不对 应该是炖猪脚汤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人没有同情心哪 怎么了 是比较像猪脚吧 你行不行吗 小岸你帮我记着他啊 这个人的一身臭汗 连英文都不会看哪 周艾斯也不懂啊 不会吧 可能是非法劳工 一定是 哇 是不是真的 我看不错的 贼没贼演的 又没礼貌 连对不起三个字都不会说啊 他不会有出息 做一辈子工人嘛 哎呀 说得这么尖酸刻薄 不像是多欢说的话呀 这是遗传了你的优良血统啊 你的孙女被人欺负了 你不是外公吗 你不用替他出头啊 是啊 我这次啊 一定会去劳工处告他 哇 千万别得罪女人呀 是是是 我没咒他 娶不到老婆啊 他应该偷笑了 哎呀 多欢 你怎么了嘛你 今天火气怎么那么大呀 他不用嘛 喂 多欢啊 我劝你别再咒他了 这种事情很怪的 你知不知道 我有个朋友啊 他以前呢 经常咒一个男人的 谁知道呢 最后就嫁给这个男人了 那都可以有福气了 我们家里有这么多人呢 一个个来对付他 看他怎么招架 哎 别算上我啊 我是正义的 哎 向海也是正义的 我也是 我也是正义的 哎 我忘了告诉你们呢 今天我在山顶呢 遇到个年轻人呢 哎呀 那个人才真是有正义感呢 是啊 是 这个好人 哎 而且还挺神奇的 他自己就这么一拖 哎呀 就把自己的手啊 接上了 哎呀 显得就像个铁甲人似的 是啊 人很好的 怎么样 我来帮你揉吧 我好真可怜啊 肿得像猪蹄一样 难怪你那么气那一个工人呢 我自己揉就行了 免得弄得你一手油啊 我知道你最怕这个味道 你呀 还不是一样一闻到爹打酒 就跑到老远去了 怎么样 别怪我拆穿你啊 痛不痛 是 我知道会痛得流眼泪的 哎呀 这两下只是热身啊 等一下我用力的时候你忍一下 哎呀 也不是忍受不了 我是忍受不了那个死人头 你骂他骂了一个晚上了 你小心被他们说中 我真的嫁给他 喂 你别胡说八道啊 喂 对了 礼拜天出海玩 你有没有空啊 我看你到了那天应该全好了吧 有个叫Ronald挺帅的 好东西怎么会不留给自己呢 我刚刚才把脚拔出来 不想这么快又陷下去 你不一样啊 我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嘛 更何况我们两个都是这么漂亮 是啊 既然你这么漂亮 就应该试一试自己的吸引力才对嘛 缘分这种事是注定的 是他就是他 有时候有些人 你刚开始对他没什么好感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会跟他谈恋爱 结婚啊 生孩子 喂 也许他真的是有缘人呢 永兴货运 喂 永兴啊 我是Jingle的负责人啊 昨天你们帮我们运了批货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刚查过了那张货单 我记得那天明明是上了两百箱 可是你们的货单上只写了一百八十箱 是啊 那天是上了两百箱 对了 打错了 我马上再打一张单子Fest给你 你老板跟我们这么熟 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尽快解决的 这句话是你说的啊 你们公司有个工人啊 他的工作态度很差 我的工人 我是负责人 你有什么不满跟我说 你比他好多了 起码你心平气和地跟人讲道理 但是你的工人的态度非常地恶劣 他推车子 碾过我的脚 还装着若无其事的 也不说句对不起 这是基本礼貌嘛 这种人啊 你不应该请他的 又没礼貌 又没有学问 只会越帮越忙啊 他碾着你的脚了 是啊 不过你千万别弄错人啊 那个人长得黑黑壮壮的 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 总之他的样子呢 很像偷渡客 喂 你请他的时候啊 有没有查过他的身份证呢 我怀疑啊 他可能真的是偷渡客啊 哦 那个人 那个人昨天一回来就被我开除了 是吗 你也觉得他贼没贼演啊 哦 没什么事了 那张货单的你不用着急 慢慢地翻子过来吧 谢谢你啊 拜拜 我贼没贼演 不好意思啊 可能我姐姐公司里很忙 应该就快来了 嗯 哎 姐 怎么样啊 你的脚还疼不疼啊 已经好多了 请坐 很像 你们都很漂亮 嗯 很像 你们都很漂亮 不是我比较漂亮 你们 嗯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比较漂亮 你们都很漂亮 哎 嘿嘿 请问你吃点什么 谢谢 不用了 我要一个套餐 我要一个A餐跟周打鱼汤 好的 这位先生呢 怎么样 你喜欢吃鱼还是喜欢吃肉 哦 随便都可以啊 随便 那是吃 嗯 跟他们一样 姐姐那是A餐 我那是套餐 不同的 这样啊 嗯 那我要A餐吧 好Jesse一样 好的 对不起 我回个电话 你一定会说对他没好感了 那你呢 他虽然是顿了一点 不过很稳重哦 稳重 我看他盖的房子更稳 生怕会像韩国那栋房子一样 还每一栋都是一样的 哎呀 多心啊 我求求你啊 这种人呢 是不适合我的 我喜欢那种呢 可以保护我的人 那 最要有胡子 很性格 很有野性的男人 野性难逊 你小心自找麻烦啊 喂 烦人根本就是要烦的嘛 喂 我去洗手间啊 喂 你小心啊 嗯 Joyce 这么巧啊 是啊 我跟我妹妹来吃饭嘛 哦 对了 你们没见过面啊 没有 这位是永信公司的老板 冯正邦先生 他跟我们公司合作了很多年了 这位是Joyce 他帮了我不少的忙 冯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见过面了 还通过电话 是吗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天你人手不够 自己来上货的 可是那天我穿短裤背心 像个偷偷客 你没认出来 哦 原来是你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那么酷啊 很容易记住的 Joyce 不耽误你了 你已经下班了 不跟你谈公事了 我跟正邦呢 还要谈个合约 好 你们请吧 嗯 我有车 我送你啊 你在跟我说话 是啊 海伦还在跟人谈生意 她跟我非常像的 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在意 我应该送你回家的 上次我不小心 压伤了你的脚 不用了 街上这么多车 我的脚又没缺 让我送你回家吧 你妹妹呢 怎么没有陪你啊 三分半钟你都嫌慢 说三句话你不嫌烦吗 你这么说 我心里很不舒服 现在不舒服的是我 我的脚不舒服了几天了 小夕 你 你的手 这样就行了 是啊 这是老毛病 你不要紧吧 谢谢 一人一次打合了吧 你 我 你 你在 做什么 你 他 你 我 你 你